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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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过 人拜您 这边 这边 放开我 我居然被一个陌生人夺去了清白 谢谢 姐姐 被一个小僧又下了这个结婚 感觉怎么样 是你心怀我 那你可想错了 这可是家伯哥亲自为你无色的女郎 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跟家伯哥早就在一起了 不说起来我还挺亏对一个人 好 刚初把你妈养这个胡椒 那个老女人在死之前 都在恳求我好好照顾你呢 宋流 原来是你杀了我妈 我杀了你 会是这样呢 他会是这样呢 这些乱子 是这样的 我回我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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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给苏玲的地皮报价太高 对方还在犹豫 想办法哄抬地价 光凭苏玲一个人 肯定没有办法拿下那块地 让她把高加波也拉进来 是 苏总 对了 苏玲想要约您吃饭 我就先不去了 你先用粤语集团负责的那身份 听我去会我餐 好的 苏总 苏玲 高加波 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这次 我要你能够吃一些没痛的袋子 妈咪 宝贝 你来了 我这是回国能见到爹地吗 应该可以的吧 嗯 你还好 我看了吗 我看了 你听我 这个玩笑不好笑 为什么如此眼熟 难道是五年前的那个女人 丹丰九 我限你三天之内 拿到那个女人的所有治疗 清哥 真的是他 张神 我儿子在你手里 什么 难道他就是苏林当年找的那个鸭 现在过来想的孩子的吧 真是的 所以呢 说个数 我儿子好听 习惯了卖自己 所以觉得连儿子不可以成为白白 你在说什么 宇航一直想要爸爸 要不然 进来说吧 这里有一百万 包你一年 做我儿子的父亲 你包我一年 怎么 一年一百万 不够 我没时间跟你玩你的这些把子 你想要它 你也说得吗 把儿子帮我 看来干你这行 确实挺赚钱的 不过想跟我招儿子 因为恐怕死够哥 一年三百万 再多就慢走不送 妈咪有人来了吗 宝贝 妈咪要谈点事情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 嗯 我同意 我儿子很聪明 为了不为他看出来 你现在带上护口本 跟我去 妈咪 妈咪 他真的是我的爹地吗 狗假高换 爸爸不是被小关手打死了吗 你都是骗三次小孩的 现在一九五岁了 我要看看你们的结婚证 不然我不信 我有爸爸了 妈咪 我们晚上去吃好吃的吧 当然了 我记得现在北城最好的餐厅 好像是南风餐厅 你就去那里好不好 耶 太好了 家伯哥 还好有你帮我 都说南风餐厅的位子难定 在这里请业语集团的刘总吃饭 对方一定会给面子的 梁儿 我是你的未婚夫 帮你 是应该的 这次一定能成功拿下定型 梁儿 宋宁 贱人 你竟然没死 你都没死 我怎么说的死 还真是命大量 只可惜啊 就算你还活着 看样子过得也不怎么样了 南风餐厅这么高档的地方 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坐出租车过来 简直是笑死人了 我坐什么车 跟你有什么关系 苏叶 就算你还活着又怎么样了 还不是只能嫁给一个 只能坐出租车的穷鬼 而我 现在可是苏家的执行尊财 你呢 就注定是一个永远被我踩在脚下 永世不得翻身的 是吗 妈咪不要对关系说话了 宝宝肚子好饿呀 宝贝 妈咪这有带你进去吃好吃的 你好 请出示预约证明 什么预约证明 什么 苏叶 你该不会连南风餐厅需要预约你都不知道吧 这里的老板可是南风景 出入这里吃饭的人呀 非富即贵 我今天邀请的可是夜宇集团的负责人 而像你这样的贱人呀 根本不 苏叶 要不跪下来 求求我跟灵儿 我找关系带你进去 家伯哥 你就别费神啊 南风四方菜的规定啊 众所周知 夏等人和狗啊 不得入内了 妈咪什么还不进去呀 真是贱人生贱种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怎么吃饭 贱人 你敢打我 谁在这里大小小 南风球 他就是南风家的大少爷 南风餐厅的老板 南风景 别想到他竟然来这儿 你好 南风少爷 我是高市建筑计程人高家波 他是苏市执行所在苏林 南风少爷 久仰大名 好荣幸见到你 苏小姐 您预定的VIP包间 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欢迎帮你南风签订 南风少爷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是啊 他们三个就是下等人 估计连这里一盘菜都买不起 怎么可能订到VIP包间 苏小姐是我南风景的客人 你们俩会有些东西 苏小姐 你认识吗 不认识 好爱 认识是不认识的 我们是预约过的 凭什么赶我们 就凭我是南风餐厅的老板 南风少爷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北城最大外市企业 叶宇集团负责人 考虑叶宇集团 你负责得起吗 叶宇集团 好 今天 我给叶宇集团一个面子 让你们进去 但是过了今天 你们若想再考虑叶宇集团的身体 南风先生 您认识我 啊 我就是路见不平 见不着他们狗眼客人地 可是 那个 我有事要忙 就先走了 哎王总 哎 我先去趟卫生间 你给我好好先点菜 妈咪是这个电话 你差点顺光了 秦哥 人家又不是影帝 演成这样已经很努力了 谁叫嫂子那么草面 她不是嫂子 她就是我嫂子 她是你孩子的妈妈 不说这个了 秦哥 你为什么最后肯给那个姓苏的和姓高的面子 让他们进来 这两个人 一刻 给他们的面子 他们配的 我给的是业宇集团面子 这个北城新进的外资企业 实力不容小觑 我一直想跟他们业宇集团的董事长 亲自台北合作 为什么是想 业宇集团董事长不肯多变 一句不太给面子 咱过江龙还拍他地头舌 这业宇集团 真是 好久没碰到这么有意思的刺 刘总 请问你什么时候能到 我马上就到 我现在就去报警门口接你 他真是冤家入战 杜业我告诉你少得意 南风少爷刚刚绝对是认错人了 否则像你这样的剪人 怎么可能进得了这里的大门 没错 今天让你剪的漏子 别以为自己有多了自己 董夏写上的 我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白岁的心 龙儿 别跟这个女人废话 刘总马上到了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站在这里真是会的心 董夏要是撞了贵人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苏总您怎么在这儿 苏总 苏总 不可能 这个剪人绝对不可能跟 叶宇集团有关 刘总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想 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人了 你不用说嘛 这个剪人怎么可能跟 叶宇集团有关系 小姐对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呢 刚刚不小心啊 狡猾了一下 你没事吧 这个男人虽然穷了点 窝囊了点 但还真是爱你呢 不过他应该不知道 你当年跟野男人上窗 验照满天飞的事情吧 要我说呀 像你这样下见的女人 会能找个老实人接盘了 运起来真是不错呢 刘二 你敢 你敢 嘴放干净 再敢说女人一句坏话 看我怎么收拾 妈咪晚安 宝贝晚安 晚安宝贝 那我先回去了 爹地 你要走了吗 别人家的爹地和妈咪 都会在一起睡觉 难道你是骗宝宝的吗 宝宝好伤心呀 爹地和妈咪当然没有骗你 对吧 是的 宝贝 快回去睡觉吧 爹地不走 我稍待一会儿就走 今天谢谢你 这样你睡床 我睡沙发 不用 爹地妈咪 宝贝 你怎么还没睡觉啊 爹地妈咪 宝宝眼睛痛 你们可以帮我看看吗 花生说男孩子圈了女孩子 肚子里面都会有个小宝宝 妈咪 我想要个小妹妹 宋宇航 还不快去睡觉 怎么还是当初见你模样 爹地你不能丢下妈咪 要不你就是个渣奶奶 放心吧 爹地不叫 秦哥 昨天你跟嫂子 蛮系列的吧 你要是没什么正确的事说的话 抱伤的病相当确定 如果我派你去挖个抱 管正确的事 别别 谁说没见你事了 上次你说 夜夜聚团的董事长很难约 正好 我们家老夫人要过寿 我们正式邀请 老人家过寿 他总不能拒绝吧 关键时刻 你还有点多 那是 江峰哥 你真的弄到了南风家的邀请函 能去这样高档的宴会 那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行啊 我说过 会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走到你面前 不要让苏叶给你提鞋都不赔 江峰哥 谢谢你 我暂时爱不方便 以夜聚团董事长的身份公开露面 但毕竟是老太童的首宴 没有起码的尊重 我送个礼品就走 谁敢交给你 好的 苏总 这么正式的宴会 他怎么能进去 难道是他以前的客户包啊 我以后不再去看看 明明找到草的洞上 请出示着你的邀请盘 我建议 怎么会来这里 你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可是有南风家正式的邀请盘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敢跟我比 糟了 南风家做你地狱集团邀请盘 你这家拿走了 怎么 没有邀请盘 还想偷偷溜进来偷东西啊 不过啊 像你这样低贱的穷鬼 宴会上这些高端的东西 你就是一辈子也用起 论起偷东西 你比我更在行啊 你现在吃的 穿的 用的 包括你的身份 都是偷了你当中 先生 你快闭嘴 五年前爸就说了 我才是苏家唯一的大小 小姐 只不你 不过是一个让苏家丢进盐 每一个下三烂的见货 一群蠢伙还愣着干什么 他不赶紧把他扔出去 我可是南风家正式邀请的贵逼 罪了我 我让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走 赵小 滚开老太佛 算个什么东西 敢的男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嚣张 敢在南风老夫人寿宴上撒野 原来是秦夫人啊 刚刚都有不见 从苏林 苏氏集团的执行总裁 我哪敢在老夫人的寿宴上不见了 是这个人 没有邀请函 偷留进来想偷东西 这有这样的正常 秦夫人好 我是想进来找人的 不是想偷东西 我看你举止三庄优雅 不像是不入流的书呗 倒是你 贼没书业 看着就让人生业 来人 把他给我寄回去 这种人不适合在老夫人书店上出现 不 我是苏林的狗犯 就这么让我离开 一个不入流的家族 敢在我其身面前显翻 我问皇夫是高家人 高家 到底听说过 不过 也是个不入流的小家族吧 值得一提 带走 走吧 我们一起进去 秦夫人 我没有邀请函 我说让你进去 谁又敢来你 在北城 我秦家说了不算 别人就更说不上话了 喂宝贝 妈咪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咪一会就回去了 你先跟阿姨吃饭 那你要和爹地一起回来 嗯嗯 爹地会跟妈咪一起回去的 你结婚了 当然 孩子都五岁了 我能看看照片吗 我这个年龄最残孙子了 儿子又不过声 我只好缠别人家的了 可以 不好意思啊 秦夫人 我手机出没忘充电了 没关系 限时再看 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嗯 好了 那秦夫人 我先进去找我丈夫了 好 我也进去找我儿子了 你儿子都五岁了 我也赶紧让我们家的臭小子抓紧了 苏总 这就是您公库采买的寿命 由费总亲自雕刻 价值三千万的洗手锅 好 等一下我亲自送去 好的苏总 姑姑 你可要为我做主呀 就是这个贱人 害我差点进不来 你怎么进来了 家伯哥的姑姑啊 可是嫁到了南风家族庞系 即使秦夫人的权力再大 我只是一个世家而已 而姑姑啊 可是正八经的南风家的亲戚 你一个贱人想把我赶出院 做梦去 你就是苏月是吧 你现在啊 要么跪下来给灵儿道歉 要么 我喊保安把你给拖出去 你不过就是南风家一个庞系而行 南风老夫人的寿宴 我还轮不到你们来做主 我可是今天寿宴的主要负责人 没有送寿礼的人 我有权利把他赶出去 来人啊 把这情况戳出去 慢 谁说我没有带礼物 你当南风老夫人是什么人 什么花来的收吗 是喜收佛 你这贱人还真是蠢到家了 这在喜收佛去年的拍卖价格 就已经高达三千万 你竟然连玉影大师的作品 都敢造假 你们连检查都没有检查 怎么就知道我送的这尊是假的 这还用茶吗 就你这种穷鬼 别说是送啊 就连碰都可以碰到你大师的作品 苏业啊 你这尊喜收佛 访的还真是不错了 可以假乱真了 可惜啊 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喜收佛啊 早就在寿宴开展之前 有人送过了 那个人啊 那个人啊 就是我老公 公然在寿宴上送宴品 公然造假了 来人啊 立刻报警 把他给我抓下来 报警可以 不过要抓的人不是我 而是人 因为我送的这尊喜收佛是真的 送的才是假的 一会儿 办到什么 哎呀 姑姑 这八成就是想投赛 故意这样说的 不上词 谁真谁假 等下次见分析 喂 我是苏业 你好 苏业姐 您好长时间没过来 我们老板都想你了 现在派你们在本城的鉴定师 来南风老夫人的收敛 真是不知道丢人二字怎么行 你以为玉影大师团队的鉴定师 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 一个电话就能约出来 真是不知所谓的乡巴老 跑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装模作样 都知道玉影大师团队的人 个个眼高于你 哪是随便人都能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 寻常想约鉴定团队 至少提前半个月 哪是说约就能约到的 这宴会的安保也太不行了吧 怎么什么人都能放下来 您好 麻烦让一下 您好 请问是礼品区的负责人吗 我是玉影工作室的鉴定师 听说南风老太太的寿宴上 出现了假冒师傅作品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苏叶这个贱人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一个电话 就能把鉴定师叫来 你是不是想说 鉴定师是你请过来 我刚刚啊 给我老公发了一条消息 这个鉴定师啊 肯定是他请过来的 谁叫来的不都一样吗 鉴定师只是来鉴定真伪而已 当然不一样 这个鉴定师的编号可是001 只有我姑父才能叫来 资历这么深厚的精灵师 某些鉴定理比旧时候 这是什么功劳都敢往自己身上来的 看来这鉴定师确实厉害 但他鉴定出任何结果 你们应该都没有意义吧 当然 他可是预影界最有权威的精灵师 就怕你这个贱人等结果出来以后 会像一条下贱的狗 咽咽着求人 你现在求饶啊 还来得及 不用了 直接开始鉴定吧 这可是你自找的啊 本来呢 想看在你跟高家的渊源上 放你一条活路 没想到啊 你不知好歹 不不 您就是西山 我都说了 苏叶就是个不懂得感恩的朋友 连他亲妈都能气死 还有什么事 是他能干不出来的呀 你 贱人 你敢打我 打你就打你 还有交日子吗 我跟你拼啊 就像是个不值钱的叶品 是个吓死了的贱妇 看什么看呀 不过是个不值钱的赢品吧 有什么好看的啊 真正的洗手服 是我老公送的 早就被安稳地收藏起来了 你这个 只不过是一堆垃圾罢了 你过来 给我把这堆垃圾 给我扫掉 等等 这个是真的玉手 出自我的师父 玉领大师这手了 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连自己老师的作品 我鉴定不出来喽 我可以用我的职业生涯担保 这个 一定是正品 不 这个贱人怎么可能会送真的洗手服 这不可能 难道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一样的洗手服 这不是说玉领大师 他从来不会雕刻两个重复的作品吗 没错 你老公送的那个洗手服 一定是艳品 我老公可是南风家的人 他怎么可能去送艳品 肯定是这个贱人 他送的才是假的 我们南风家 可没有你丈夫这样的败人 赌博可以从公司照 还用一个假的洗手服来骗奶奶 要不是苏叶小姐 带着真的洗手服下来 我们到现在 还没蒙在鼓里 不可能 如果我老公送的是假的 他怎么可能去找 引工作室的001号监定室来监定呢 对 这001号监定室 可是我姑父找来的 我是苏叶小姐请的 这不可能 这个贱人怎么可能请得到001号监定室 这绝对是作假 你们两个是串通好的 这位女士 请你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再亏言乱语 也告你诽谱 男人 将高家里抓起来 我发现他参与了 做空公司账务的钱 还有这个苏林 一并抓起来 送进警局 什么要抓我 又有没有随意 他们作非公司账务的钱 要抓就抓高家里 我跟他连关系都没有 你这个贱人 帮我处处帮你啊 这么快 你就向我又不义 抓你是因为打碎了真的洗手 根据市场价和洗手服的独特性 需要背向你一个 才能离开 什么 营业 怎么 对不起啊 那苏林小姐 不要老嘴这手 本文文福可是高家商品 怎么可能连一个亿都拿不出来 很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要是拿不出一杯 那就别跟我们南风家 翻得一起 毕竟你打碎的 可是我们南风家族 最珍贵的手艺 带着 放开我 这洗手服的市场价 是三千万 因为其独特性 才被炒到一个亿 我不信你们南风家的宴会 连一个三千万的寿礼都管理 所以小姐聪颖 这寿礼算不到什么 但要看 宋的人是谁 南风先生 虽然你帮我解了围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结婚了 孩子都五岁了 我 老师 少是以为我要炮她 给我一百倍本子 我也不敢炮情 她的女人呀 我不耗人气 最好是这样 谢谢小姐 有事儿 不找我丈夫吗 找我 上次餐厅的为什麽 你知道她在哪儿 楼上餐厅 谁知道 有这个问题 秦总 我是秦夫人介绍来的 我并不知道你 我背着 秦总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呀 没有 你怎么连我做到酒 秦中招 秦中招 这位女士 凡事要讲不先来后到 她是我的人 麻烦你放孙就行 你 你是坐哪里摸起来的车祸 不过是头牌啊 不强手的 虽然你是我的人 不过别人进的酒 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 喝 三百万一年 还不够你喝杯酒 要是不愿意 去离婚房 所以就别想见到人家 再等皮尼斯事 乖 南风先生 是佛婆女士 我们就先走了 对了佛婆女士 麻烦告诉你 你喜欢这里的人 秦忠忠你已经有主了 谢谢 他 他在那叫我什么 是佛婆女士 我好像明白 秦哥在那儿心中的什么形象 我让他快演了呀 诶 忠忠啊 我刚听叔叔说 你现在认识了一个不三培斯的女 要知道我们秦家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呀 我看是秦家 平时跟余家的合作态度 才会让你有谐心 管起我秦家的家事 秦总 你不要怪我 我也是怕你被骗了 才在伯母的再三询问下 说出来 忠忠啊 素素是我看中的儿媳妇 这事该他管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你跟他演户已经都结婚了 我 放心 我们秦家的儿媳妇整个致女 既然都结婚了 我也会让你来滚出去 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你给我站住 什么 你连孩子都有了 小姐 要不你先请回吧 我跟崇州啊 还有些家事要谈 母母 不是说好了 你会支持我和崇州在一起的吗 对于小姐 这签的合同还能再改呢 口头协议啊 不必太当真 管家 把你小姐送回去吧 母母 母母 二十三 我孙子在哪儿了 你们暂时还不适合见面 二十三 你好狠心啊 我怀胎十月 胆心如故一把是一把 你要把你养胆 这样对我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妈 现在还不是时候 是不是那个女人 想拿孩子做交易 不让我们见面 这个女人 自以为生的孩子 就可以进我前家 告证无忧了吗 妈 你戏太多了 我不管 你娶谁都行 抢着给我宝贝孙子 当妈的人多的是 我只想 早点叫我的宝贝孙子 你不告诉我 我宝贝孙子在哪儿 难道 我不会自己查吗 宝贝 怎么了 妈咪 我也回家 我有点累了 那你先回去吧 宝贝 还明再锻炼一会儿 这臭小子 那可真激烈 我愣一点线索 没查出来 谢谢小杨 你激烈了 查出了他的住所 夫人 少爷既然留在这里住所 多半小少爷也住在这家酒店里 不是 你看 那是不是小少爷 绝对 绝对是我的宝贝孙子 你看 他长得跟我们家 城中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的宝贝孙子 刚才来看你了 乖孙子 我是奶奶啊 你是我奶奶 没错 你看咱俩长得多像啊 他面相就知道了 你有中间吗 有有有 我宝贝孙子 现在我什么成年都有 小娘 快去把这个手拿过来 是 不是 长得真是寸呢 来 来来来 宝贝你看看 像不像 再看看这个 好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送我奶奶了 那是肯定的 我爹地真的是情侍集团的总裁吗 那当然了 你将来啊 你将来啊 可是我情侍集团的继承人 行 帮你孙子 跟奶奶回去 住大别墅好不好 那以后 爸爸给你找个新妈妈 妈妈 妈妈不去我也不去 行 你妈妈呀 光想拿你 进我们去家的大门 孙子 听听咱话 跟奶奶回去好不好 不要 我妈妈才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个坏奶奶 行 怪不得冲冲不让我来 这个野狐狸精 本事倒不小 小赵也不愿意跟我们回去 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想利用我宝贝孙子 进我秦家拿门 我偏不上的入院 秦哥 我母带的杨管家去嫂子家了 啊 不是嫂子 是苏小姐 行了我知道了 你先忙去吧 别整天惦记我的家事 多对公事上次 这样 我才对南风夫人有个交代 那个秦哥 可能我的天赋 就是八卦 你确定你的天赋 在八卦 南非那边有黄武山需要拍摄 哥 我有事先走了 杨总 好嘞好嘞 你 我妈正在调查你 如果你不出场 我也是这样想的 苏小姐 怎么是你啊 你没事吧 没什么事 住手里人擦破点皮 还没什么干 趕着去医院看看更保险 小娘 快帮苏小姐到车上去 好意思啊 没事 你跟你这样子说 你腿受伤了吧 我没给他带电话 为什么呀 说些这种事情 你不应该第一时间 通知你丈夫的吗 我懂了 我儿子呀 也跟他的老婆呀 感情不合 那个你呀 我就不想让他进我亲家的 小苏 我就看你很不错 如果你真跟你老公离婚的话 可不可以考虑考虑我儿子呀 亲夫人 我 苏丫头 你别不好意思呀 等我儿子离了婚 你也离了婚 你们两个都是自由身 谁能说什么呀 可是 行啊 你就别可是了 小苏啊 我儿子很不错的 孩子的状况很好 你放心吧 小苏啊 我儿子很不错的 你绝不认识那个奸人 允许会爬到我的头上来 秦夫人 我有话跟你说 谁让你进来的 秦夫人 我可是真心为您好的 这个苏丫眼 就是个人尽可福的奸人 五年前 他与北城头牌的床上 满天肥 你他亲妈都被气死了 我为你生什么东西 敢跑到我面前来说三道四 滚出去 慢 苏灵 上次你砸了洗兽符 那一个亿你赔了吗 你南风警处在宽限我三天 那洗兽符 虽是我送给南风老夫人 可还没有登记 在侧就被你砸了 实际上 这洗兽符还是我的 不归南风家管 你想怎么样 我要你 现在就 你算老几 也不撒泡尿 照着这样子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说让我赔我就赔 那就试试看 我算老几 区区一个亿你都拿不出来 还敢跑到我面前来说三道四吗 别搞得那洗兽符跟你自己的东西一样 我看啊 你不仅就是个替人跑腿的狗 还真拿自己当主人啊 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情吧 就高家那点实力 你真觉得他们可为你一个未过门的媳妇 多一个亿 我已经怀了高家的肚 区区一个亿而已 还没有当回事 你这个贱人想看我的笑话 我告诉你 门都没 你 我爸妈说了 一个亿太多了 我怀的可是高家的骨肉 难道你要让我带着肚子去坐牢吗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要不你银产吧 什么啊 你个没良心呢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好啊 我去银产做了 项目也别做了 反正高家已经在这个项目上 投了八个亿 人有了素质 高家也别想把这个项目拿下 哎呀好端端的扯到项目上干嘛 这样一个亿我出了 等赚了钱 这一个亿再还给我吧 不就是一个亿吗 等项目做成了 别说是一个亿 四十个亿都能拿出来 啊 想靠项目赚钱 那我就让你们竹篮打水掌控 老板 苏林和高家坡已经完全上钩了 很好 可以收网了 哎 怎么这么婚姓不济的吗 不陪富婆 改陪男人了 天啊 我是不是看错了 情况不对 赶紧闭嘴 不赔不行啊 都是老板 以后没了你的包养费 要我怎么还 你倒是挺有职业操守 没办法 要早收 秦中中现在是我的人了 不适合再出来泡头露面 这杯酒 我替他喝了 以后大家如果再想找人玩 麻烦找别人 请大家 给我个面子 给面子给面子 必须给面子 严重了严重了 我们根本不要面子的 说酒 就大可不屁了 人你带走 我们没有意义 那不行 你们卖我面子 我怎么能不给你们面子 是酒 是没有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最爱喝的就是 七十二度的高浓热酒 你是不是不会想看我笑话 不就是高糖浓热酒吗 我还能喝 不好意思各位老板 还有点喝多了 我就先带他回去 这个音乐 很好 Yiker 这段时间 那个温暖没有 不能浓热 可以 秦重哲 我抱了你 你就是我的人了 你要乖乖听话 要做我孩子 要守难得 宝宝我知道怎么着 你干话 我要怎么干话 你不是头牌吗 所有人都不管 是我想的那样 确定一个人跟我点情话 搞得我都想找我男人玩一玩 感情 你确定 只是想跟我玩一玩感情 要死要死 怎么不说出那么羞耻的话了 我买了紫菜出来吃饭 嗯 你昨天 昨天的事情我都忘记了 哦 那我帮你回应回应 你昨天说你想找一个 我一百都不想找个男人玩感情 好 你不想 妈咪 今天爹地说 到我们去游乐园玩 以前去游乐园 也没见你这么兴奋啊 因为是爹地和妈咪 第一次带宝宝去游乐园玩 以后爹地会经常带你去的 妈咪 爹地 我们去那里吧 去那里干什么呀 你和爹地都结婚了 爹地还没有给你买戒指呢 妈咪 难道爹地 我打算 长久的留在我们身边吗 要不然 他怎么不给你买戒指 套劳你呢 去看了吧 阿姨 我爹地也跟我妈咪 买你们店里最大的转机 你算什么东西 这客人 我亲自房子 这是我们店的最大的十克拉钻石 价格在四千万左右 没必要 那个吧 苏总 苏总 今天你们能来 真是让我们珠宝店 捧毙生辉 想必苏总高总来 一定是来选定位界的吧 我亲自为你们服务 我爹地和妈咪 也是来买专件的 我可是经理级别的销售 不卖廉价钻件 你 去服务他们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买的钻件 都算你的新城吧 这款粉钻件 那好 这种垃圾钻件 能提几个钱 像你这种下贱的人啊 你却只配戴这种低级的货色 去 把你们店里的 镇店之宝拿来给我看 苏总 这款粉钻 是我念的镇店之宝 只有您这样身份的人 才配得上我们这款粉钻 费 家婆哥 好看吗 好看 零儿带什么都好 苏总 这颗粉钻 价格带四千万左右 我再看看其他的吧 苏总 高总 您再看看这 价格带八百万左右 拿出来给我看看 把那款 石克拉的粉钻 拿出来我看看 把那款 石克拉的粉钻 拿出来我看看 这款粉钻 可不是随便什么 阿妈阿狗都能看的 就算把你论金脉 都赔不起 你可注意点分寸 可是客人说想看 客人说想看 就给他看吧 我们这可是高档珠宝店 镇店之宝 不是什么下三乱的人 都能看的 我看 你也不用在这里继续干了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听见了没有啊 你连看这颗粉钻的资格 都没有 一个穷鬼啊 就别在这打肿脸充胖子 你说我丢人现眼 那你呢 买得起 不得了 我最喜欢买的是 八百万的墙子 不像你 挑一些真眼大小的粉 丢人现眼 还有脸说想看粉蒜 烧它 妈咪不是说好爹地送的吗 对啊 不是说好我送的 你又买包 帮你带起包了吗 哎呀 不悦呀 要是知道你嫁得这么一个下三万 结果 当初啊 我就不跟你抢家播客了 也不陪你现在连杜仁二字都不知道怎么行 灵儿 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 当初跟他订婚 只给我逢草作戏了 苏总 他怎么配给您抢男人 也不看他那低嫌样 给您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刷卡 说好我松了 刚好我认识这家店的伙伴 他欠我一个人情 就拿这个粉蒜笛了 苏叶啊 这老公别的本事没有 说大话都是挺有无恰的 你这个全层的人 也好意思说四千万的钻戒 挺着人情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敢口出谎言 我们店的客人都不知道审核一下 他们也配跟我们在同一个珠宝店 你们的格局很大次的 是是是苏总教训的是 听到没有 还不赶快滚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 老板您好 本座送给苏小姐 分文不收 您说的是苏小姐 就是苏小姐 就是苏 好好好 苏总 您的面子可真大 刚刚我们老板亲自打电话说 把这颗粉钻送给您 真的是要把这颗粉钻送给我 是啊 要不说您面子大呢 这颗粉钻可是我们今天的镇店之宝 不像某些人 真是牛皮吹上了天 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 你确定要送的人是他吗 我老板在电话里清清楚楚地说 是送给苏小姐 难道我还能听错吗 真是搞笑 阿爷 你们什么身份 苏小姐和高总是什么身份 这粉钻不送给他们 难道还送给你们这种穷鬼吗 当然啊 这老板呀 肯定是看在苏家和高家的面子上 才送给我的 苏叶这个贱 什么身份 也配跟我抢 苏总 我这就给您包起来 赶紧把他俩抓住 偷粉钻的贼 我 赶紧把他俩抓到警察局去 放开我 你们知道我们什么身份吗 敢说我们是贼 这粉钻可是珠宝店老板 亲口说要送给我的 几个臭鱼烂虾锅 掀鞋的资格都没有 竟敢抓我 吃着休闻包子打你吗 谁给你的自信 觉得这个粉钻是送给你的 四千万的粉钻 就是整个苏氏 加上高氏 也配不上 这粉钻不是送给我 那是送给谁的 当然送给苏叶小姐 怎么可能是送给那个贱人的 哎呦喂 苏小姐 金先生 手底下的人有眼无珠 多有怠慢 还请苏小姐嗨嗨 这是本店送您的粉钻 请您 一定 消难 多大的人情 需要用四千万的粉钻来管 我和秦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 区区一颗粉钻 无足挂齿 老板 我们高氏也想跟您交个朋友 高氏这种不入流的家族 也想跟我做朋友 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好好照照自己 什么德行 什么德行 走吧 儿子饿了 哥想去儿中套餐了 嗯 走 二位 请慢走 下次再来 慢走 老板 都是这个十一销售 弄成这样的 如果不是他 我肯定不会认错人 这次差点因为 怠慢了贵客 你当店里的监控室摆设 赶紧给我滚 这次你做的不错 没有被一些 上不得台面的人 浑水摸鱼 这颗粉钻 我给你提成二十万 好好干吧 嗯 爸 所以那个金人 肯定是故意报复我的 要不是他是坏 害我跟贾伯哥 同时进了派出所问话 我们的婚礼 怎么会推迟呢 他害死了 妈还不够 现在还来害我 还整个苏家丢人 你女 反听 是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任 你是爸唯一的女儿 爸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好 谢谢你爸 妈 我来看你 谁让你过来的 我能看看我妈 你还敢出现在这里 是嫌我们苏家不够丢人是吗 马上给我滚 你要是敢破坏林儿和家伯的婚礼 就对你不客气 我凭什么滚 这是我妈的目的 小畜生 你还敢提你妈 当年把你妈气死还不够 现在是想连我一块气死吗 是啊姐姐 你看你把爸都气成什么样了 按我说 你赶快走吧 你一会儿又闹出什么丑闻 丢我们苏家的脸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要是不肯离开北城 我就灯报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反正我也没有想过回苏家 好 我答应灯报 解除妇女关系 谁打的 没谁 说 沈中舟 别忘了咱俩的真实关系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会处理的 等你永贯 好 很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有事 最好别骂了吧 脾气越来越大了 别忘了谁抱着你 就不知道哄哄我吗 干嘛那么凶啊 口开了不起 沈中舟都好几天没来了 难道他真的生气了 我要不要给他摆个地方 弄个软 有事 苏总 现在那块地变成了农业用地 现在苏氏和高氏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股票都已经跌停板了 知道了 现在苏家都已经欠了十几个亿了 就等新冠破产被我们公司收购 苏总 您多年的心愿总算要实践了 叶子 你终于回家了 以后苏家的公司就给你管理 你灵二妹妹可以协助你 妈 能陪在您和爸身边 我就就很开心 我要的 从来都不是一个区区的松势 家伯哥 我求你开个门好不好 我是灵二啊 喊什么喊 你点个松势都没有 难怪是上不了台面的养女 伯母 我求你让我见见家伯哥好不好 他已经一天没有接我电话 你们苏家都要破产了 你还有什么资格进我们高家的门 都是你这个蠢货 害得我们高家损失了好几个亿 马上滚 不然我叫保安放狗了 伯母 我和家伯哥有婚约 而且我肚子里还有家伯哥的孩子 马上把肚子里的野种死掉 这个野种我们高家可是不会认的 家伯已经跟你家千金订婚了 不 这不可能 我妈说的都是真的 家伯哥 你不是说最爱的人是我吗 赶紧的 赶紧把钱拖走 喂 刘总 是不是叶宇集团的总裁愿意见我了 现在只有叶宇集团能够就舒适了 是 你现在到约定的地点来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过来 高家伯 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苏小姐 到了 刘总 你为什么带我来墓地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玲 我就是你一直想见的 叶宇集团总裁 贱人 是你故意设计我 想从我手里把苏家的一切都夺死 你这个贱人 我都知道 当年 要不是你和苏家伯才要陷害我 要不是你拔了我妈眼 结果还能辞世 苏家的一切早就是我的 你不过偷走了几年 怎么就成你的东西了 我才是苏家唯一的大小姐 五年前那场大火 怎么就没把你这个贱人烧死 你都没死 我怎么可能比你先死 从今天起 欢迎来到地狱 对了 高家伯的未婚妻李小姐 也是我介绍给高太太的 她好像对李小姐 很满意 贱人 我要杀了你 你为什么不去死 这就痛了 不急 我们慢慢来 太难了 几日 当年我能夺走你的一切 现在依然可以 妈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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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妈咱们 没事 就是肚子要疼 去休息一会就好 妈咱们 我叫爹地过来 不要叫他 妈咱们 没事 你去自己抱一会 妈咱们 躺一会就好 好 爹地 爹地 你快能过来 妈咱们 上面了 你和妈咱等着我 我现在就过去 嗯 医生 怎么样 病人得了 极限兰腕炎 手术还出关 回去休养 调理一下就行 好 谢谢医生 没事 你要是困的话 就过去休息吧 他们已经好了 你现在好好 过去休息吧 让我公开 这 是 平时我的孩子 只能变成 下手道理的一趟夫人 而你这个贱儿 却可以家庭美满 这样子为我的孩子 把屁造 你要怎样才跟他呢 给我一千万 我就去打麻烦 苏灵 你别太过分 你觉得你肚子里的野肿 值一千万了 唉 那我现在就去李嘉清真面前 告诉他 我给你 对不起 就 当然给你 去 宝贝 你要是累的话 就先回去吧 妈咪已经好了 不要 我要陪着妈咪 你现在好好回去吧 让我公公看着 没事 好 那我就先带他回去了 爸爸要回去陪妈妈 先把你交给奶奶好吗 爹地 你要好好爱妈咪哟 我看得出来 他在你身边很开心 好好好 爸爸答应 哎呀 宝贝 想死奶奶了 给奶奶回家好不好 好 给爸爸再见 哎 好 哎 慢点啊 妈 你不走 我爸对不起 你 妈 你把他忙 抱 哎 夫人 小心 把那小孩给我带走 什么人啊 我什么 什么人啊 来 你 你 把老婆婆给我带走 带走 带走 你们叫什么 不好了少爷 小少爷和夫人被歹徒绑架了 你伤害没好 注意别人了 全是谁抓走了你吧 好不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针对好 我听杨伯说 他们本来是要抓走好 是因为我妈本放手 才一切抓走 对 好 我还只是一个孩子 他们不对什么人 所以 他们针对的人是我 或者你 如果是针对你 显然抓走你妈更有名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针对我 难道是 你有人选吗 苏灵 好 我这就通知警方 提供线索 苏妍 想要你儿子活 就马上来苏家三号藏房 我们想要多少钱 我们几家都处 但是感动我孙子一根汗毛 我们几家钱都不行 我要你们都都都陪葬 多远那个贤人 运气怎么那么好 请收下秦家的人 我原本只想在出国请养 你这条子 现在啊 就让这小树上 跟你一起下来 谁让他不长 也是秦家的种 孙子你住手 我已经按照要求到了 把铁桶里的汽油 加到自己身上 然后用炸火去点 你要干什么 我数到三了 如果你没有把汽油 放到自己身上 我就叫人 割下这小树上身上 快吃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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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我让你这个贱人 太过一句 五年后我仗用 你手里倒身 现在拿起打火器 点燃生生气 不是 要是我点燃了 你们看过我们这个小奶奶吗 当然 你们看过我们这个小奶奶 妈咪 初遥 初遥 前日 如今我变成这般模样 都是被你害的 去死吧 你 初遥 回家 假认 初遥 没想到 你就是好好的妈妈 妈你今天就回来我家了 一定会的 他那么护着你 感觉他对你是有了真心的 我的儿章 你下冷静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 这么拼命的保护一个人 我回了 我回了 大夫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那一刀刺偏了 没有伤及到重要部位 病人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我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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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们天天给他们制造二日世界 为什么天地还没有保险吗 就是呀 这也没嘎到腰子呀 怎么就不行了呢 走吧 怎么了 是不是姑娘开太低感冒了 崇州哥哥 雪柔 你怎么来了 我在国外听到你生病的消息 马上就回国了 谁刚这么打 秦伯父啊 对了 伯父他也从国外回来了 你就属于冲写的复工吧 麻烦你去打点热水过来 听过些话 想跟崇州哥哥单独聊 雪柔 她是我妻子 不好意思啊姐姐 我实在没看出来 主要姐姐这身打扮 实在让人联系不到秦太太 哎呀 我这人生态值 姐姐不会建议啊 我当然不会建议了 妹妹 你要不是叫我姐姐 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呢 满脸褶子 含胸脱背 一脸老太 妹妹大概是学业太忙了 都没有时间保养自己了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嘴快 妹妹 你要不要怪我吧 知道 你还是先回去吧 这里有你嫂子就过来 我 等一下我要给你家哥哥擦身体了 妹妹你一个黄黄大闺女 之前回来 你要给我擦身体 自己擦 你小叶子和小黄黄什么时候能过来 张忠 如果到龙老书房里藏一杯 这 秦夫人 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奶奶 这是我跟妈咪给你选的包包 小朋友 怎么你给你妈咪挑跟我一样的礼物 难不成你妈咪就喜欢抢别人挑好的东西不少 明明是你跟我们买的 小朋友 阿姨可是时尚设计专业的 怎么可能跟你买一样的东西呢 小朋友不可以撒谎的哦 我儿子眼光真好 选的东西 时尚设计专业的人选的一样 选个不要脸 明明就是你跟着我买的 有这个必要吗 一个三百万的包而已 我有必要跟莫小姐选的一样吗 再说了莫小姐 你不会就送了一个三百万的包 给秦夫人吧 这里一瓶小朋友送还可以 莫小姐送 背面也太廉价了 可是我明明听见 你在包包店里说 只送一个包当礼品的 选的东西跟别人选的一样 已经算了 偷听别人说话也只听一半 我说的是 我儿子送一个包就可以了 我的礼物 另送 莫小姐 舍不得送你呢 就不要送到你 老川一切也就不好了 您的礼物 妈不行 说我用不住 我有我孙子给我送的包包就够了 太好看了 我倒要看看 您要送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是玉影大师雕刻的白玉关 现在可是市值上映 这个苏业到底是什么样 好大的手笔 这可是物品 好多观光观点啊 我好像听说这个苏业是 苏业是我的儿媳妇 业女集团的总裁 谢神给我等着 只能是我 各位来的女士大家好 今天要不要第一个女人 能提前这个 能够一步 来跳啊 上去 你难道想在这个场合 还得是秦州和苏业领舞 怎么变成卧气柔了 你可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上位的女人 你可以进我们前家的门 不要以为生了个儿子 就可以高着我 如做我们前家的太太 前家的门不好见 这个苏业的门打 对于古兵 这些压力疼痛 不好意思各位 刚刚出了点小插曲 今天的第一支舞 应该是我和我的太太 苏业的领导 孟舟哥哥 明明是我跟你领火 第一支舞 我承诺了我的孩子 年纪大了 就少缓点年轻人的事 我这在国外才几年 你看看秦家成什么样 看看你把儿子 惯成什么样 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天 是你自己非要讨人嫌 还怪别人不尊敬你 为了一个来历不忍的女人 你竟然公开的导致墨家 你知道墨家和他们家是嗜酒 有生意的深度合作吗 放心 生意上 我会在那里 说的是生意上的事吗 你看不出柔柔他喜欢你吗 我已经结婚了 马上和那个叫醉了离婚 我就是生了一个 不清不楚的小爹主 等你和柔柔我们结了婚 生多少孩子都行 我的婚姻 不是你拿来交易的筹谋 你得背叹我们吧 爷爷已经将生意 全部交给我 您只管退休 一样天理 儿子和儿子 会好婚姻 你 也得逆吃 陈舟哥哥 我有件东西想要交给你 那个叫苏叶的女人 对你根本就是虚情假的事 陈舟哥哥 我有件东西想要交给你 那个叫苏叶的女人 对你根本就是虚情假的事 你真有本事 就去找青春正 别在这里嘰嘰喳喳 怎么 我去找他你无所谓是吗 这世界上三条腿的韩文不好找 两条路的男人可满大街都是 一个男人而已 我犯得着跟你抢吗 你以为我很闲吗 陈舟哥哥 大家可以去调查这段录音的真实 你看看 你拿别人当回事 别人拿你当回事了吗 喂 有事吗 你现在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晚饭吧 我今天有事 赶天再约吧 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 阿哥 那个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啊 听说你找到航航的爸爸了 那我这个当干爹的 岂不是毫无用之地 你放心 你永远是航航最重要的人之一 这个谁来呀 也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走吧 走 帮你添包 嗯 懂 实用说不是 懂 头发不见 你 你 可以 都没有 我 是 疼 看來廢時這招我別人 都是你媽的 是 但是我都是為了你好啊 你 我告訴你 不要動思慮 莽責 為你客氣 啊 四天你去死吧 我只能是我的 查一查蘇葉的位置 原來拒絕我的腰瘟 是為了見他 我先帶你去學衣室 您好 我來下班 不好意思兩位 今天我們每次起初步上 麻煩您說我責備你買下蛋嗎 我先帶你去學衣室 我先帶你去學衣室 不用了我在這兒等他就行 您是我們這邊的客人 結完單都會直接去學衣室 您還是在他那裡等的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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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整個笑衣室 秦公主 你怎麼在這 約會開醒 嗯 什麼約會啊 你在說什麼 秦公主 你瘋了嗎 你要幹什麼 葉子 你在這裡嗎 我 金融中你疯了吗 你别忘了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 所以 我们应当履行一些正常的无期 不要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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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夫人少爷嘱咐没有他疯疯你被我离开 这是少爷登记里面好 好 我去找客户了啊 那这是咋怎么办我关起来 少夫人你还欣赴我的少爷吗 我们这就明白谁 千忠说你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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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忠说你欣赏男人高三大四 还敢办得重招个东方 千忠说你 千忠说你敢打我 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自你犯件勾引男人还这么理直轻壮 莫雪柔你还真是搞笑 我犯不犯件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的脸肯定了 不过我怎么都滚到我身上 识相 这赶紧从重拨跟个身边滚开 莫雪柔 什么力量 你这话 你找三儿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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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找什么呀 你找什么 你找什么呀 你找什么呀 你 糟糕 你才变过烧坏的皮肤 之旧伤复发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说说 能麻烦一下吗 我受伤了 啊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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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双宿双龟吗 秦冲昌 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这不我想离随时都能离 你还能捆住了手脚不成 你现在打电话问问王后的班主 去问问他的情 老师 康康中在学校怎么样了 康康妈妈还不知道吗 今天一大早康康奶奶就过来见人 已经把孩子带到国外度假去了 你想用孩子来威胁我 不是威胁 我不可能会妥协的 你受伤了 你根本配不上眼 太太怎么会受伤呢 莫小姐来找莫太太 我有没有说过 不许帮任何人进来 我不敢拦莫小姐 是不敢还是不行 莫家给了你什么好 竟然敢放莫小姐 我对我 马上收拾东西 给我滚 叶子 你真的打算和他离婚吗 是 可是我感觉 秦冲中他不会善罢感情 他好像很喜欢 要是真的喜欢 他怎么会做出伤害人的事情 好好也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对了 公司的信品发布会 你根本有紧张 如果状态不好 我不可以推迟的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从来不会因为私事当你能做 再说了 你本次回来 不就是为了发布会的事情吗 叶子 其实 算了 你先想好身体 信品发布会的准备工作 我来做 你扶着出息就好了 有你在 我很放心 对了 去吃饭吧 你回来以后 咱俩还没好好聚集 整天不是这事就是那事 受不了伤的 莫达姐 吃个饭而已 回来再换药就是 爸 怎么办呀 苏叶你个骚女人 总是吃着玩意 看着锅里的 死巴着虫 乖女人别担心 那个苏叶不过是个野界而已 跟我的乖女人比呢 可是他毕竟是业语集团的总裁啊 业语集团 就是那个北城最大的那个外资企业 哦 要是跟我们莫家比起来 哼哼 他还愿意 这个秦中海啊 最近看中了我手中的一个 老公开发生 如果他有办法让你 重新变回来 我都把开发全让给你 爸 真的吗 爸 秦伯父 我都有什么时候来啊 哎呀 你秦伯父都已经下了死令令了 还能不来吗 着急什么 果然呢 是你大部分流浪 什么时候要把我接着我 不就跟你自己一样一样啊 爸 秦伯父 什么呢 应该就是想知道 什么事啊 他说 怎么是你别 他没离婚呢 就心心念念着别的野男人了 秦伯父你放开我 怎么 这么迫不及待的 要把人性安的生死 怎么不应该是 程舟哥哥 爸的情侣夫 你都不像哪里 嗯 程舟哥哥 我爸这次跟情侣夫 聚在一起 不是想想让我们的关系呢 程舟哥哥 我爸这次跟情侣夫 聚在一起 是想商量我们的婚事呢 程舟舟 我看你才是 那么特别期待的人 你 你也 包装我一些电话 我们走吧 苏彦 请走 我想你还是先处理好 自己的私事 你们走 程舟哥哥 我爸 情侣夫 在包厢等着呢 你们进去 我爸说让我来 只是来谈岛屿 开发悬的时候 没说过定 再说 我已经结婚了 岛屿来的地方 可是我喜欢你啊 我到了 这么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啊 对了 记得让航航 一定要想我 那必须的 对了 你路上回家也注意安全 放心吧 快回去吧 拜拜 拜拜 你就这么瞎见 非要跟那个姓安的 交合在一起 秦重舟 你能和我酒 商量婚事 有什么资格说我 需要我推背让闲的时候 记得跟我说一声 也得我当努力 你要 你要这么 不合不及待吗 退位让贤可言 儿子会 你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抢行啊 他本来就是我秦家人 不行 苏燕 你要清楚 我不是在跟你伤 那就打官司吧 要法院来判 我不可能 打官司给你 你确定要这么走 你觉得你们 斗得过不 喂 安峰 你知道秦重舟 把皇上藏在哪个国家了吗 秦重舟既然把孩子送出了 就不会让你轻易查到 不过 你不用太着急 我觉得他这么说 是因为他在乎你 也不过是 又送了方法 他不在乎 怎么可能呢 秦重舟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们两个好事 不过 就算真的想做什么 要得我离婚之后 不然 搞得难道你畅意 多尴尬 苏燕 刚刚把水洒到你身上 真是不好意思 我来帮你猜一猜吧 苏燕 那个骚狐狸到底有什么好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看看我呢 秦重舟 既然你不拿我当回事 我就让你知道 苏燕那个骚狐狸 到底是什么下三烂的东西 明天就是夜里集团的新品发布会 知道 知道 这里头有十五万 试成之后 剩下三十五万 也会达到那个卡 所以我们的产品力 是要做到全国第一枪 关于本次发布会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苏总 这次新品的设计理念 您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苏总 听说您和墨家大小姐是情敌是吗 苏总 听说您私下感情 生活很丰富 请问一些和产品有关的问题 私人问题 我们拒绝回答 你这个逆语 把苏家害得破产 你不得好死 你们谁敢动我 我是苏燕的亲爹 她这个网顾人民的处手 竟然把自己的亲爹 往私人里 赶走 大家都看看啊 他们处身是怎样对待 自己亲爹的 就这种新城歹徒 连自己亲爹都害得着 能做出什么好产品 大家不要杀了 苏总 现在该怎么办呀 网络上都是我们新产品的差评 还有很多 很多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 骂您的话 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就跟风来黑您 我删了很多评论 可是根本就删不完 一个人想攻击你的时候 根本不会了解什么真相 可是这样对你也太不公平了 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投资 我们的产品 之前都抢着投资合作的人 现在都已经撤销了 这些人真是变连比变天还快 喂 你好 哎 好 苏总 现在有一个人愿意投资我们的产品 他说想约您在买服茶楼面谈 是你 我早就说过 你就是个不入者 都下奸的货色 跟我斗 也不撒谱 你要照着自己什么可能性 看看吧 我看完了 所以呢 你现在是臭名昭著 只会连累到秦家基业 诗像点就赶紧签字 滚出秦家 我连累秦家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 你天天嫌出屁 专门管着家事 我跟秦成忠之间的事情 跟你有关系吗 让他亲自来跟我谈 不笑 都这个时候了 还是来着不走 你打我 怎么 你先动个手 还不说我还手吗 我说过 让秦成忠亲自来跟我谈 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浪费 去死吧 别走 别走 柔儿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让你们加倍偿还 柔儿 你身体怎么样啊 柔儿 你告诉秦伯父 你是怎么摔下楼梯的 柔儿 告诉爸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多人都在 爸爸一定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我就找了苏小姐谈了谎话 结果 他就不由分说的 删了我一巴掌 还把我推下了楼梯 苏叶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刚刚在柔儿昏迷的时候 你还狡辩说 本来是柔儿想推你下去 结果不小心自己摔了下来 柔儿那么善良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把他推下去还不算 竟还编造这些恶毒的言辞 来诬蔑他的名声 崇州 我们两家可是视角 到现在你还维护这个 蛇蟹心肠的女人吗 不管怎么样 她现在还是我亲家来的 该解释的我已经说过了 是莫雪柔自己 崇州哥哥 我痛好痛 柔儿头疼你看不到 竟然连我话都又不听 你是不是不要问我这样 启州这个贱人 你才会配合照顾柔儿啊 要是不相信 那可以去查监控 福来查楼的监控 我早已经查过了 被人动了手脚 根本无从查起 到现在你还提监控 分明就是摆脱嫌疑 苏叶 你怎么可以这么歹毒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监控是我破坏的 破坏监控对你的利益最大 哦 照你这么说 对莫雪柔的利益也挺大呀 我八道 你说的那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发生 柔儿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 柔儿是我看着长大 他什么情况最清楚 他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倒是 三番两次想靠近前家 和未婚先遇到下家一遇 这是什么好脏子 冲州 俺都在离婚 我们亲家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女人 他进半步 爸 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到 冲州 到现在你还维护 这个狐狸精吗 冲州哥哥 是不是柔儿的事情 让冲州哥哥为难啊 都怪柔儿 没有照顾好自己 卧小姐还真是茶欲精湛 苏妮 难道非要柔儿死了 你才开心吗 莫总 莫小姐 既然来福茶楼的监控坏了 我到时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新的监控 刚好清晰地拍到了莫小姐 推我的画面 刚好清晰地拍到了莫小姐 推我的画面 不可能 除了来福茶楼的监控 还哪里有监控 我查遍了所有的监控 那还真是辛苦莫总了 这 哪里有监控 这里面有微星监控 啊 那我出来 带监控 没办法 莫小姐小动作实在太多 防不胜防 俗话说 小心驶得万年船 看来莫小姐 并没有让我失望 我会把这个东西 交给警方 已经核实 我会起诉莫小姐 谋入沙 苏衍 把针孔摄像头给我 你想做什么 想听莫雪柔开拓 莫云山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 我 保护我 秦冲冲你够了 你们两家是市郊 正义上往来那么密切 看样子莫雪柔还对你死心塌地 你会为了我 对付莫家不成 苏衍 你不信我 我只相信我自己 金伯父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苏衍那个贱女人 她在外面勾三大字不说 还拔着冲州哥哥不放 我这一时鬼迷的心 翘子 是啊 老秦 怪只怪这个丫头 太喜欢冲州了 你说 我们两家是市郊 生意上又多有来往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莫 你放心 柔柔的丫头 了解她 她是迫迫得已 才能够做的 这样 我去找那个叫苏衍的 好好的问一问 说吧 你需要多少钱 才可多管说 到她 对你一点 我们秦家和莫家的关系 坚不可摧 不是你这种女人 三言两语就能找着我的呢 秦总 我想您是误会了 秦家和莫家的关系 并不过气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怕 重夺和柔尔结婚吗 他们想结婚就结好了 我随时可以在 离婚协议上签字吗 谁让说的好听 那你怎么不在 离婚协议上签字 秦总 麻烦你赶紧清楚 是秦初中不愿意离婚 我倒是很想 恳求秦总 能管好自己的儿子 别自己管不住人 还要赖人家 穿古离婚好 秦总 秦总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说是我一直在纠缠的人 是我不肯理婚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你说的没错 是我的纠缠 秦总 你放开我 你放我下来 秦总 秦总 你干嘛 苏衍 你给我安分一点 秦总 你还带我去哪 回家 司机 开车 是秦总 秦总 你放开我 你别太过分 等会儿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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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 是我又怎么样 心中中人呢 你是想找他拿这个吧 怎么在你这 当然是重州哥哥给我的了 而且啊 他已经打开小程序看过了 是没有备份过 他竟然这么迫不及待 把这个东西给你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重州哥哥是跟我一起 长到大的亲密铸马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抢 要不是为了他的第一个儿子 他早就跟你婚 他以为自己是天仙啊 有多在乎 真是可惜 重州哥哥 你看完会了 尝尝我给你做的爱心便当 好 清重庄 这段日子以来 你都是跟我演戏的队路 好 很好 我祝你们百年好喝 哎 不要喝了 男人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好 那就让我这个不是好东西 送出个新闻吧 把他还给我 如果我没气色度 你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秦总 你现在又要闹哪出 我们不会离婚 那你跟墨雪柔在公众面前同进同出水的吗 当别人都是瞎子吗 我们之间的事 我与你相关 我没有必要跟你谨慎 再者 至少现在 苏叶还是我们的人 信重州 我不需要你在这里打好心 你记住 是我苏叶不要你的 阿峰 我们走 老你个贱人 嘴上说这离婚 背地里还是不要脸的高允着重州哥哥 我 高允秦重州 扫赃 重州哥哥一晚上都没有离开这 不是在你呢 是在哪 秦重州一个晚上都没有离开 苏叶 你只能是我的 莫小姐 自从只听说我正式抓小三 可从来没有听说我小三能抓正式 我一天不跟秦重州离婚 你 就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三 所以 请你加起尾巴来做人 我一天不跟家人 不要杀了你 爸 那个信苏的就是欺人探视 孩子别担心 爸爸已经把岛屿的开发权让给了秦家 重州一定会去日的 可是 可是我觉得重州哥哥对他很不一番 他永远翻不了身 上次的发布会出现了一点意外的情况 导致很多的合伙人都没有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产品 所以我们再次举行了这次发布会 下面有请我们苏总上台致辞讲解 我们的品牌是高端品牌 本次新品推出推出的产品呢 更是要做到全国第一项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苏总自信的样子 上次发布会一定是莫续有的罪 就是 苏总这样的人犯得着就像爹那样的 看他的面相就不是那样的 上次发布会肯定是有人捣乱 都是爸爸不好 你不要再打我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对着干了 他竟然不敢自己的亲爹 差点就被他们娘娘给骗了 在私底下这么恶 对 真是恶心 这种人就不配待在我们北城 坏了我们这儿的名声 你确定是我打吧 我错了 原谅我怕了 其实 我还真希望是我打 又要欠 你竟然我这儿是银行啊 我家那么大的企业 全缺五百万而已 不过九牛一毛 老板 就算是行刑了好事 不然 我可要被那些高地带 再给你打 哎呦 那你就别让我告诉鸡舍 要是你 叫我去破坏业宇集团 八博呢 这回我给你五百万 是 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说你这伤呢 是被你那下贱的女儿给嗡 有人现眼的东西 你要是不肯离开北城 我就登报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他让这样的事情 真是 这就是个畜生 跟畜生的都是误入畜生的 真恶心 莫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可能 这是我爸办公室 你怎么会有监控视频 当然是秦重忠给我的 秦重忠 不 不可能 难道你接近我跟我爸 就是不得在他办公室中监控 你还来干什么 来看我笑话 当然不是 我已经找到了沐云山洗钱 做空国内公司的确击证据 什么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会再让沐云山和沐雪头 有任何记忆对抗 你是说 我是为了保护的安全 才让妈带着她出国的 因为我发现 秦家有许多沐亚 我并不是为了躲着你 而且我发现 沐云山 还会借着苏昌盛来对抗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不确定公司 有没有沐家 不 我爸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你妈发现了你爸在国外养的私生子 你爸为了把钱全部转到他儿子名下 就准备把你 还有你妈 连带着整个勤奖 都拖下去当替罪羊 我不信 我不信 你是受了这个简人的蛊惑 在后面来找这些话对不对 都怪你 都怪你 把它拖下去 是 爹地妈咪好想你们呀 在国外跟咱俩玩得开心吗 开心 她是开心的 可把我累坏了 这年龄大了呀 真是不中用了 妈 你可不老 辛苦了妈 可宝贝可乖了 妈还不知道 怎么把他们好好织出去 是为了不让墨家人伤害他们 她估计还以为啊 是在给我们两个人制造二人世界呢 哎 走吧 过去聊聊 你是故意带我的 她是我救命恩人 当年要不是因为她 那场火灾根本逃不出来 走吧 我当时以为你们俩 真的要离婚的 怎么 你还想我们离婚啊 你闭嘴 对了 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要来机场送我吗 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该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你干嘛 我 不行了 阿芬的飞机要起飞了 我得去机场 不行了 你只能看着我 再来 我 Learn W Salt W Ho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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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e